新冠肺炎疫情延伤 防疫成为全民运动 民众也纷纷向医护人员致谢 为在台北荣民总医院 玉里分院的嘉一科医师林永洁 他捐出新代币10万块钱 充实院内防疫用品及设备 让第一线知情人员相当感动 北荣玉里分院防疫脚步不落后 嘉一科医师林永洁 有感第一线医护人员承受极大的压力以及风险 慷慨捐款10万元充实防疫用品以及设备 让防疫人员得到更完善的保护 林医师他做人风趣幽默 而且带人亲切 完全都没有价值哦 病人都变成他的粉丝了呢 北荣玉里分院长周建刚说 林永洁是公费下乡医师 已经在玉容服务7年 抛砖引玉捐款采购防疫物资 让院内同仁得知后都相当感动 这一次他看到我们新冠肺炎 我们所有同仁 所有员工积极的投入 参与这一次对抗新冠肺炎 这个疫情的一个防治当中 最有同仁的辛苦 他因此抛砖引玉的捐赠的10万块钱 当作我们的防疫物资的采购 藉此也希望提醒我们乡亲们 重视新冠肺炎 整个疫情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赵建刚说这一次看到防疫人员的辛苦 抛砖引玉捐款采购相关物资 也借此提醒大家重视新冠肺炎 疫情对生活的影响 不要忘记感染控制以及防治的重要性 记者高松双育正采访报道